出事的校巴衝下單車徑 車頭凹陷擋風玻璃碎裂 下午大約1點 校巴沿著大沖橋路向第一城方向行駛 去到富豪花園對開時後 懷疑失控撞向右邊石磅 繼而衝前撞向一輛私家車和輕型貨車 再衝下單車徑 意外之後多名學童坐在路邊等候治理 有人頭部需要包紮 亦有人腳部受傷 都挺害怕的 我都哭了 越來越去 突然聽到很大聲的聲音 突然車聚了下來 我打了關斗 我的頭部現在很痛 我看見好像想避開車 但之後突然衝下單車徑到 我飛到椅子下面不斷撞頭 好像撞了三至四次 有點暈暈的 我朋友的膝蓋又爆血 路邊有交通燈被撞位 被撞的私家車車頭右邊嚴重損毀 碎片散落一地 有目擊者說下巴出事時車速相當高 警方說懷疑有人不遵守路面標示導致意外 前面的路最右線是指准右轉的 我們根據現在掌握的情況知道 應該巴士司機沒有依照右轉標記 而是直駛的 而引致今次的交通營外 涉事校巴再有一名保姆 和55個介乎6至13歲的學童 保姆和部分學童受傷 校巴司機骨折